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顶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很多朋友肯定特别喜欢看 超级英雄电影吧 因为里边的主人公 个个非常的帅气 拥有超能力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超人 力大无穷 可以随意地飞翔 还有钢铁侠可以上天入地 拥有各种各样的新式武器 蜘蛛侠呢 则拥有攀爬能力 飞檐走壁 行侠仗义 但是这些拥有超能力的人 是不是只能从电影当中看到呢 生活中会有这样的奇人吗 还真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两位主角 就是两位拥有着超能力的奇女 一位虽然是盲人 但是能够不看不摸 仅凭听风就能便利 而另外一位呢 能把高压电源玩弄于鼓掌之中 到底有多么的神奇 继续来一盘究竟 她是艾小娃 一个渴望光明的八龙后女孩 已经在黑暗中 生活了二十年 她是听风者 能通过吹气 辨别物质 超凡的能力 让人非以所思 盲人谋生 按摩师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但艾小娃 拒绝这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为了多一条路 她读了大学 为了多一条路 她孤身北漂 艾小娃 一个用心灯 照亮前路的盲人 有请本期主角 艾小娃你好 老师好 在你上来之前 其实我一直都在担心 这小娃应该怎么上来 才好 千万别绊着 我觉得节目组 还是安排得 非常的周全 体贴 别看我们 直尺相隔 其实战成的是两个世界 大家一定要 记住这一点 就是小娃所出的世界 和我们的世界 和我们明眼人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电视上 见过那个小娃吹气变雾 我觉得那是一特神奇的本事 这真的假的 先生 这个肯定是真的 你那听风变雾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它其实是一种感受气息 也就是说当我吹出来的气息 打在每一件的物体上 它都会有一种反弹 对 它反弹回来有声音 也有打在脸上的一种感觉 它可以告诉我 这个物体的形状 质地 它大概的轮廓和特征 你说这太虚了 能教教我吗 那行 那咱试试吧 只要是这样 一会儿呢 我找一位观众 他给您随便拿东西 好 我找观众 刚才这姑娘举手举得特别高 我就选她吧 好 来来来 好 鼓励一下 其实对于这个小娃的争议当中 还有人认为她并不是全盲 所以把这一点 也要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回避一下 那就找一眼罩 把眼睛萌上不就完了吗 她已经戴上了我们栏目组 给准备的眼罩 有一件摆在了你的面前 您开始吹吧 这应该是那个 你直接说雷老师也可以 好了 你可以开始第二个了小娃 待 room 未经济 世纪 由于 于 这个应该是那个 金属的杯子 好厉害 您看出来这艾小娃是怎么吹气变雾的了吗 是不是很神奇 当她第一次在最强大脑上展现出这种神奇的能力的时候 却有不少人提出了疑问啊 这一项挑战是不是有假呀 还有那艾小娃真的是全忙吗 说起这事儿 谁不希望自己心灵眼亮呢 艾小娃是辽宁海城人 从出生起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白内障 八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手术 和以前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这个世界相比 做完手术之后 倒是能看清一些细节了 比如说 她能看清妈妈的眼睛 能看清爷爷的皱纹 还能和奶奶打不克 这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艾小娃都可以做到了 然而命运可能就喜欢开玩笑吧 刚刚给了小娃她最为渴望的东西 让她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美好 然而再次硬生生地把这些最美好的东西 从她身边掠走 十岁那一年 小娃去安山读了盲校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 去异地上学 年幼的小娃是整整哭了三天呀 周末回家的时候还发了高烧 眼前呀就渐渐出现了重影 刚开始呢小娃没太在意 可就从那会儿开始 她的视力严重地下滑了 后来小娃常常去教学楼的台阶上 坐在那儿 然后数面前的砖块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第四块 第五块 第六块 第七块 小娃用尽了全力 而最远只能数到第七块 而过一段时间再回来数 只能数到第六块 接着是第五块 第四块 第三块 一直到完全看不见了 这一年 爱小娃十三岁 人们都说上帝 给你关上一扇门 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正当年幼的小娃 因为完全失明 陷入到一团恐惧当中的时候 她倒惊奇地发现 自己多出了一种超能力 这有一天啊 当她从这食堂 走回宿舍的路上 突然就感受到一种 很奇怪的压迫感 这小娃当时不能确定的 到底是什么 就停下了脚步 小心翼翼地向上摸 在她右前方还真有个单杠 要是没有感知到的话 一下噗就撞上去了 这种意外的感知 让小娃是异常的兴奋啊 而这种神奇的能力 也让她参加了 2013年的最强大闹 凭借着吹气变雾的能力 顺利晋级 并且在2014年的 国际对抗赛上 为中国战队取得了关键一分 小的时候啊 小娃就经常听别人跟她说 小娃我听到一个挺爱自讨苦吃的女孩 在海城那一个地方 二三线城市吧 一个月能够挣一万多块钱 应该算是蛮不错了 对吧 蛮不错的一个工作 高收入 高收入了 你为什么就抛弃不要了 之后跑到北京来当北漂呢 这是不是有点跨度过大 或者是说一下游 不能说游天堂迈入地狱吧 但是游坦途迈到坎坷 这是肯定的 更何况你现在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了不了解 一个按摩师他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可能这一个按摩店 早上九点开门 一直在晚上十一点过门 你有尝试过 二十四小时就在一个弹丸之地 方寸之间 那样来回来去的游走那样的 那种生活吗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鲜活的吗 是有生命力的吗 我觉得每个人 他都有年轻的时候 哪怕只是为了年老的时候 有所回忆 我这一生是精彩的 是有内容的 有理由去尝试 那你从来到北京 到现在有几年了 六年了 这种北漂的漂泊吧 现在有的时候 会不会让你觉得 还是挺怀念 那个时候方寸之地的安全的 有吗 或许会在某一个非常疲倦的时刻 会有这样的感受 其实我们明眼人 就健全人 其实生活现在也都蛮不容易的 你作为一个视障人士 其实生存挺艰难的 或者说选择的余地 工作选择的余地很小 但是呢 你却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练这么一个 其实给你挣不了钱的一个绝活 对吧 这为什么呢 其实也有人说 可能我上节目啊 或者是用这种气息变误的东西 来出镜 可能像有点作秀 但事实上呢 我认为是这样的 视障人在社会当中 要有一席之地的话 肯定是要有一个代言人出来 我要争取这个话语权 给你这个话语权了 那么你想代言什么呢 想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 我们要的是一个机会 每一个 不一定非得是视障人 每一个残障人 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希望大家关注到的是 我们的能力 而并非是我们的残障 残障不应该成为标签 我相信包括认识你 或者不认识你的人 都会有这种担心 或者是关心 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没有一个人 能像现在站在大屏幕 背后的那个人 那样地关心和担心你 她就是小娃的妈妈 节目组也把她请来了 请小娃的母亲上场 这么年轻啊 这么漂亮 对自己这个闺女怎么看呢 她可是相当地有主意 好强 是吧 是 是 一般好强的女孩 都会让妈妈格外操心 是 当时在家 您是不是也把她 当心尖肉一样疼啊 那是 就是她有一个姑姑 有个叔叔 还有爷爷奶奶 咱们都在一起生活 在一个大院里头 那就非常非常疼爱的 姑姑叔叔 爷爷奶奶 就是谁有点什么好吃的 都得先给她吃 一大架子疼她一人对吧 全就是 就是捧着手心 那个怕吊着 含着也怕话 就属于那种 好 这样 那就得问了 现在小娃 一个人来北京了 您就不担心啊 就是啊 就是非常地 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 非常的担心 就是说的 因为她在家的时候 就生活啊 基本上就是 只要她一动她 就是不是这个问 小娃你要干嘛 就那个问 小娃你要干嘛 来叔叔给你整 就是爷爷给你整 奶奶给你整 爸爸妈妈都上前就问她 就是那种情况 你说她出在家里 能不担心吗 都非常担心 就是说的 说一个人在外 你说生病了 或者是 你说谁照顾你啊 在家她吃饭的时候 就非常挑食 不是说什么都吃 这不吃那不吃的 你说出去了 你说的吃的 你说的行不行啊 住的地上 你说的住什么地上啊 你说的家里都非常担心 但是爱小娃 她就是说的 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 这些事 从来都不跟家里说 你没有陪着她来北京啊 妹 全她自己来的 她一个人 你让她一个人到北京来 租房子 她就说咱们要是来 她不让 就是说什么也不让来 那不让就不来了 你为什么不让妈妈 陪着你一起呢 这不是 很顺理成章的事吗 我觉得 怎么会是顺理成章呢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成本太高了 为了我一个人 搭上一家人 那我还不如回家呢 对不对 再说我觉得 怎么讲啊 我觉得在家 我可能会没有价值感 马斯洛不是说 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 但是马斯洛的 五个需求 是一个整体 首先在生存 然后还得有安全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在外面 我能生存 现在事实证明了 不但能生存 而且还登上了 全国的舞台 而且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今天是头一次见小娃 小娃的小 是佛小的小 对 问一下大姐 早上生的吧 是的 所以叫小娃 对吗 对 是 这名字是他奶奶给他娶的 您还记得那天早上吗 记得 记得 生他的时候 他爸爸 人家不要他男的进去 他们放丑啊 护士说 第几床第几床生了 哎呀这他爸乐点 撂高回家 小娃说了 我要去北京了 这个早上出生的女孩说 她要去北京了 就是说的 他爸爸啊 就是说的 对他特别特别的溺爱 就是说的 非常不愿意让他走 就是 其实在自己身边 就是从小啊 就说 这小娃将来 就在咱们身边 咱们那个赤裸呢 给他就是 他有什么事啊 他让他做上 做他自己的事 咱们呢 给他做个饭 带个孩子 就不让他 就是说的 就是小娃 小娃离开之后 就那天 那个扒着门缝 看着小娃出生的男人 没背后 跟您说两句 知心的话吗 哎呀说了 心里非常的难受 我还是 也是 非常难受 上去也掉眼泪 咱们说 正常人到北京 都不是说的 那么容易的 找房子 你说那个 找工作 你说他一个 就惨你人 怎么办呢 小娃知道 爸爸哭过吗 我知道 我爸其实 他是一个 特别死要面子的 一个人 他不愿意 表达他的情感 他就是那种 明明给你留的吃了 他都会说 是圣子的那种人 有一年 元旦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爸爸妈妈 回黑龙江 我姥姥家 然后我爸爸 那天喝多了 就在元旦那天晚上 我爸给我通电话 然后他就说 他说爸想你 然后他就哭了 那个瞬间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我这样是不是 没有 因为 我爸这个人 他很要面子 他说完之后 他也不希望我再提起 其实吧 我特别理解 小娃 包括小娃的母亲 中国的这个父亲啊 可能跟国外 还不太一样 你从你的父亲那儿 得到过说 我想你 我爱你吗 可能大多数的 中国的父亲 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说不出口 我其实 一直有一个愿望 我之前也无数次提 我提到过 就是我从小 其实非常的 崇拜我父亲 因为他在整个家庭当中 是一个挑大梁的角色 我非常希望 我能够跟他一样 我能够担负起 我作为这个家庭成员 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或许还要更多一些 跟他走势的孩子 我觉得看到电视 我站在这里 应该是让我爸觉得骄傲 让我爸觉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让我说得真好 我是希望有一天 他们能突然间看到我 一鸣惊人 我的女儿真的很了不起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已经比普通人走得都很远了 我觉得可能 我最大感受 我能有点理解小娃了 她生下的就与众不同 我们都有明亮的眼睛 她没有 她曾经有过 后来 看不见了 活在了另外的一个世界里 活在另外世界里 我来给大家报一组 国际的数据 中国有八千多万残疾人 十四个中国人中间 有一个残疾人 为什么我们在街头 看不到残疾人 因为他们生活 确实成本太高了 残疾人只跟残疾人在一起 你见不到他们 为什么 他躲着我们 就像小娃的出走 是一样的 我按一个经济学原理来告诉她 他们的治疗成本 生活成本 交通成本 通讯成本 是我们建成人的四倍 那我就知道小娃 要到北京来北漂的意义了 就是我谁也不多 我要像明眼人一样 这样正常的生活 对 她认为她给父母的是一份尊严 这么理解你对吗 是的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 大屏幕一直在放着一组照片 是小娃的写真照 这些照片 小娃没有见过 她也可能在有生之年看不到 但是她为什么要拍呢 后来我在想 其实她是为了把自己的美传递给别人 传递给这个世界 而我想我 我这一辈子 我竟然都没有去拍过一套写真集 写真照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也许和小娃相比 我们真的是浪费了上天给我们的馈赠 我们活得并不那么精彩 我想这是这一期节目给我的启发 我们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 应该对得起自己在这个世界走一遭 能够尽量地让她精彩的心 爱小娃的超能力 虽然神奇 却更让人心酸 我想这是上天赐予她的一枚 赶闯 赶听 赶生活的宣章 小娃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人活着 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虎口 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接下来要登场的另外一位主角 也是一位有追求的人 她的追求就是要把自己的特长 发挥到极致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正常人体能够接受的交流电压 最多也就是36米左右 然而这位姑娘 她的身体竟然能够承受 220伏的交流电压 甚至还挑战过极丝记录 她的超能力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一起来看一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姚燕金 你不会是来电人的吧 是 我是世界上最耐电的人 哇 哇 哇 哎呀 都起火了 哇 起火了 电灾人名啊 哇 你看那个线在里面 对对对对 在里面断 你看 哇 有请决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姚燕金 您说这位女士您来就来吧 怎么这么多人您还要当我们的电灯泡啊 拿一电灯泡上来了 不 她又是电线 你不会是来电人的吧 我就是大姐啊 这个感觉啊 她一到这个场中间 我就觉得一股气场 一面而来 我有点害怕 我就是用这个灯泡 来展现我的特异功能 哇 是真是假 咱们见识一下 好不好 见识一下 不 你去干啥 我来试一下 不就触电吗 对吧 谁年轻时候没触过电啊 不是 您需要人配合吗 需要 那您就留那儿吧 谭老师再回来了 我就当一绿叶 太高兴了 你得手下留情啊 我其实心里有点打赞心惊的 220伏的是吧 50瓦的 60瓦 60瓦 这个电灯泡是真的是灯泡 真的 是真的 不 我不知道 她那个电线要干嘛 就是一会儿让这个灯泡亮起来 那她就听你召唤了啊 你说让她干什么 她就干什么 没事 只要在法律允许犯为类 我都可以配合 好 这下面两个线头是断开的 这条线上 这两个线头也是断开的 这个线上有一个插头 现在我把这个灯泡的两个线 跟那有插头的线 给它连接起来 我觉得谭老师面色凝重 不是 我也感觉她有点怕 那个插电板大姐 我提醒你一下 那是有电的啊 你小心 她现在是按着号 现在是连到一起了 好 大家注意啊 现在是已经有电了啊 没事 谭老师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谭老师 喂喂喂 哇 不会吧 你离大姐远一点 不是 这是真的吗 哎 谭老师那你通一下大姐行不行 我不敢不敢 这真不敢 你看刚才没发生这事之前 我可能敢 现在真不敢了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触碰 就是知道你身上带不带电呢 这有电笔 有电笔 我能拿电笔来试一下吗 你大家看一看 哇 那你身上是带电的啊 我再换一个 换一个地方啊 这还有假吗 你看 这露露了这么长的电线 我换这个胳膊 我换这个胳膊会不会跟电 哎呦 两边都是这样的 哎大姐 你这是毛利呢 还是变某数啊 我这是真真切切的 抓了两个电线 这是我们的家用的 220伏的电压吗 是 但如果超过这个电压 你肯定不行 我也可以 你现在最高的电笔 能到多少 我最高能到550伏 谁证明你能达到550伏的 这应该不是我最后一次 参加这个节目吧 哈哈哈哈 就是1998年 我闯到了一项 手指耐电压的世界记录 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19年 紫金没人超越 这个记录是谁证明的 上海大事件 颁发的证书证明的 也就是说今天是世界记录 是有证书的 是 那也就是说你是目前世界上最不怕电的人 是 我是世界上最耐电的人 来我们看一下后面大屏幕 大世界吉尼斯之罪 手指耐电压之罪 这不看真没人敢相信啊 看了他的表演也是真替他捏上一把汗 不过在这啊 星月得特地强调一遍 这个是超能力 不是一般人有的 这危险动作大家伙 千万千万不要模仿啊 咱们常说这电老虎会吃人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这姚燕金怎么就敢和这电老虎亲密接触呢 这还得从一次特殊的经历说起 那是1989年啊 小姚呢当时在一个工厂上班 一天呀这宿舍的灯套坏了 他们宿舍这个灯 灯口很旧了 这外边的塑料壳呢破了也好几个地方了啊 里边的金属螺纹呢都裸露在外边 社友胆子比较小 说啥也不敢自己换灯泡 小姚呢胆倒是挺大 行吧 硬着头皮我换吧 哎 他呢为了安全起电 让这社友去宿舍外啊 把这电夹给拉下来 小姚就扶着这个坏的灯口 然后开始拧灯泡 嘿 灯泡刚拧上 不是谁想到灯竟然亮了 小姚吓坏了啊 一把撒开了手 直接跳到了床上 不是 那怎么回事啊 那我不是让你拉电闸了吗 你怎么没拉呀 社友也懵了 不对啊 我我拉 我拉闸了呀 结果俩人一到电箱那一看 粗心的社友竟然拉错了闸 再回想刚才 灯灯泡的过程 小姚觉得太后怕了 哎 又觉得很奇怪啊 我这刚才明明是碰了漏电 那个灯口了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说来也巧啊 没过多久呢 姚燕金就在这新闻里看着了一条 说这美国呀 有个人身体 耐电 这通电的电线 它随便碰都没事 哎 那我能不能跟这男的一样 也是耐电体质呢 闪过的念头 让小姚是想再试上一把 那一天呢 趁着宿舍没人啊 把门一关 灯一打开 慢慢的把这灯泡又给卸下来了 其实她知道啊 只要伸手摸一摸那灯口里边 她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耐电了 不过说起来容易 你真做起来哪有那么简单呀 这个举动可不是闹着玩的 姚燕金心里特别的矛盾 一方面呢 她实在是太想知道自己怕不怕电了 另一方面呢 也担心啊 那万一一不小心 我真被电着了 怎么办呀 最后姚燕金还是鼓足了勇气 伸手摸了上去 而这一摸不要紧啊 摸出了一身的冷汗 同时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我就是一个不怕电的人 1998年 胆大的姚燕金报名参加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他要向更高的电压发起冲击 他清楚地记得啊 那天上午工厂里来了好多人 众目睽睽之下 姚燕金用双手一下子捏住了两根电线 电压从220伏开始逐渐上升 230伏 280伏 350伏 一直升到了400伏 他在身体里逐渐有了一点点 麻麻的感觉 难道已经到了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吗 电气工程师也是真害怕 他声音有些颤抖地问着姚燕金啊 小姚 能行吗 这电压还要往上升吗 姚燕金咬咬牙 点了一下头 现场安静极了 好多工友 甚至都蒙上了眼睛根本不敢看 电压再次升高 410伏 480伏 500伏 一直升到了550伏 姚燕金 挑战成功 也正因为大胆的尝试 姚燕金才发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 不过想一想啊 家里有这样一个不怕电的妻子 作为老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样我们把您老公请上来 让他自个儿说说好吗 好 掌声有请 欢迎您啊 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姚燕金的丈夫 我姓陈 叫陈志 陈志啊 陈大哥 你什么时候知道 太太有这样一个特异功能的 当时结婚的时候 嗯 我就感觉是好长时间 他那个老是怎么说呢 就是心里老想有心事似的 神神秘秘的 对 神神秘秘的 心里想有心事似的 你当时是不是猜测 嘿 是不是有男朋友过去恋爱过没告诉我 你看刚周老师眼睛里也有电 哈哈哈哈 他有一些突然就告诉我说 我有一点 有点事想告诉你 我瞒了您很长时间了 我我心里咯噔一下吓一大叫 坏 最后他就 最后他告诉我 原来是他不怕恋 你一听到这个消息如释重负 这算什么呀是吧 你先生应该感到高兴啊 原来你看家里电线如果有毛病 是我们男人的活吧 对对对 现在总不用你干了吧 这个这些事 一般我都不管了 因为我管的时候都要拉杂 他说你还拉什么杂呀 哈哈哈哈 有一点刚才台老师有一个疑惑 你们两个人万一肯定也有电线吵吵嘴吧 吵嘴的时候 媳妇会用电你吗 对这是凡人的地方 就有时候你两个无意中争吵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拉电线吓死你 这个时候你正好知道 私有的 对对对 他也没见过你 那个女同志 他一般都不敢见 身丹那一伯的 你又打不过他 谁又跟不上 因为他知识分子 我是一个工人 我又直接上不去 所以我这又就拿着电线吓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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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样呢 你还说呀 来 你来呀 你来呀 交出来 所以说我这又拿着电线 我就胜利了 所以说我一次一次就说得到这个秘诀 所以我从来不还嘴 二话不说就来电 他以后电线工程师到了家里绝对变萝卜丝了 他不敢了 但是有一点大姐我提醒你以后不能再吓唬了 违法的 但我们知道姚大姐虽然平时一生气拿电线吓唬她 其实心里也爱着老公的 没事你就给他垫着虾垫着鱼是不是 老公好吃的 饭碗 饭碗 来来来来 我们上家的事 好 万事俱备 就差空电了是吧 对 余老师我建议您作为德高望重的 咱们嘉宾中的这位引领者 请您到台上帮我们监督一下好吗 不是监督我想吃 好呀好呀 您先看一下代表我们 现在这个虾的身上穿上导电性非常好的字符 这是一个擦头 擦头上面带了两只线 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擦头放到擦线板上 把开关打开 我先试一下吧 有没有电 有电吗 嗯 嗯 现在我就用这个导电性非常好的紫童 放在眼前这盆虾上 哇 我都看到火花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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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火了 哇 起火了 电伞雷鸣哎呦 哎呦 这都有味了 真的真的 闻到味了 闻到没有大家 哎呦 哇 这个真的是太热了 哎 放锁料 放锁料 哎 放锁料 放点自然 放点盐 来来我来 放点盐 来 来 那我拿一个下车来 有点烫 没事 小心哦 刘老师小心小心 好吃吗 好吃吧 刘老师 你先挺着这个虾 我们接下来还有条鱼呢 是不是 鱼也干啊 对呀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鱼也烤一烤 来 希望大家年年有余啊 开始烤了啊 等一下 对观众负责 我们还是要 哎 好 哇 啪啪的了 哎 这么快 哇你看那个垫在里面 是是是是里面踹 你看 哇 也可以了 哇 对不起我先吃了 好 你帮我们尝尝 哇 嫩啊 哇 真的看着不错 烫饱 哇 哇 这鱼真是拿来吃了 要一起来 来来来来拿两个吧 哎 姚大姐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这个除了惊叹之余 其实我也有一些担心 我在想你的身体 这个构造 是不是跟我们常人不太一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专业的老师上场了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系的老师陈真 欢迎您 陈老师好 哎呀陈老师我在想您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专家 我们是在看热闹 您是在看门道啊 呃对我今天带了一个万用表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来测来一下嘉宾的电阻 然后我们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电阻大概是什么水平 那我们就有请一位嘉宾一起来配合一下好吗 好的那哪位老师来帮我个忙 余老师还是您吧 好那陈老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验啊 好的 那么我这呢是一个万用表 我现在把它把它打到了电阻挡 那么这个测量非常简单 就是用手指直接握着这个表笔的两端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显示的数据 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指之间的这个电阻呢 大约是550千欧左右 那我来试一下我的电阻 您来试一下 奇迹可能也发生了 我可能也是组电的 您还不如陈老师您才300多 所以您特别容易被电打着 350千欧 350千欧 正常水平吧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人体的电阻啊 一般在从几千欧到几兆欧之间 它变化非常大 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在手上哈口气 电阻会迅速的下降 你看现在就是200 就是200千欧 它会下降的非常虚雷 我和姚老师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来测量一下吧 好吧 姚老师拿这个吧 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嘉宾的电阻呢 可以达到10兆欧 10兆欧 跟我的电阻怎么样 您是 刚才是200千欧 这是10兆欧 你可以算一下 这怎么算啊 数学特差 我物理特差 10兆欧呢 就是1000万欧 也就是说电流到了姚大姐身上 它火跃 到了我身上 它非常火跃 就把我毙命了 您呢就是一根粗管子 这水流的就快就多 然后嘉宾呢就是一根细管子 这个水呢 它就流不了那么快 她这么说就很形象了 实际上姚大姐她本身那个身体能够把那个电流弄的相对正常人小很多 对 她就是一个巨大的限流电阻 陈老师讲的很专业 但我更想听听那个姚女士 你跟我们现身说法 你说一下220伏电通过你身体和四五百伏有什么区别 那个感觉是什么 你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220伏电通过来说好像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跟正常的东西一样 四五百伏的时候就麻酥酥的 这个有个量的问题 就是你在一晚毫安的时候 一般人都是能耐受的 但是一旦到10毫安以上 你就可能出现肌肉痙攣 30毫安以上 你的神经系统就有可能崩溃 这个是非常危险 所以再三提醒 我们电视机间的观众 无论如何不能尝试 就这个尝试还是有危险 非常危险 也就是说姚大姐在不同的时期 也是有不同的结果的 对 所以我觉得嘉宾真的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 因为她可能就在毫里之间 她不是线性增长 也就是有一天 可能有一天 她的皮肤的那个临界值在降低的时候 那么一旦被击穿 那就是在 就是在这个几秒钟之内 可能就致命了 陈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那就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最安全的电压是多少 是这样的 咱们取的都是比较低的值 中国规定的是36幅 你严密研究过姚女士 为什么她的电阻比一般人大呢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皮肤电阻 我们的皮肤外的角质层 这部分是绝缘性最好的 皮肤的电阻 皮肤电阻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比如说姚女士的手 你可以摸一下 她的手呢 比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 明显的要致密一些 诶 她厚一点嘛 她明显会致密一些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应该是在皮肤上 会听风变雾的爱小娃 眼盲 心不盲 内电奇人摇眼睛 敢于冒险 探索未知 她们虽然拥有着不同的超能力 但是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既然我们很普通 没有超能力 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挑战 勇于突破 说不定也能收获 意想不到的惊喜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 大家好 我是孙飞 我的职业是一名杂技演员 我是孙正 魔术界的郭佳刚 怎么就猜这么准呢 在这个领域里 没有什么能阻止你 我的杂技生涯 从一度对医生宣判了死去 如IT男变成魔术男 到底是什么 让你有了勇气 做这个事 用自己喜欢的事 赚来的钱 不管多少 花着特别有资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